那我講是不是 沒有啦就是因為他是醫生 從小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是 他是要幫助病人 比較權威啦 而且是他去付出給病人 對對對 然後就是那次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就是住在那個醫院裡面 然後穿著病服 然後那時候 因為後來會輪人去照顧他嘛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留在這邊 然後回家我就想說 就是爸爸一個人就是在醫院 然後就是覺得很心疼這樣子 然後就寫這首歌 就是想說希望以後來我來照顧他這樣 結果你有學醫嗎 沒有我現在在學藝耶 所以其實是一份人子的心情 好 那他想最喜歡的歌是哪一首 我最喜歡的歌 其實我也很喜歡照著你 但是另外一首歌我想推薦就是那個 如果明天世界末日 對其實 因為其實這個議題就是我們常常從電視啊 然後大家會說 像之前有什麼王好戲啊 但是 其實我們這首歌想表達的意思就是 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低潮 好像就是自己的世界末日 譬如 失去追求夢想的能力 或者突然出車禍 或者是 失去了很愛很愛的人 然後我就覺得 哇我好像快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們想要又藉由這首歌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每隔24小時 對然後 去照顧身邊的人 然後或者是做你最想做的事情 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 也承襲我們第一張想要帶給大家正面的力量 對 所以我希望就是這首歌大家聽到的時候 也可以好好想 如果明天世界末日 你現在最想做什麼事情 對 其實 其實真的最喜歡跟他想的是一樣 世界末日最喜歡 因為我當初聽到demo的時候 其實demo跟那個真正的版本是沒有差太多 我的感覺是沒有差太多 然後就是一聽到那個鼓的聲音就是很 感覺它很特別 然後會覺得就是 雖然會覺得很孤單 因為這種歌我們編曲是很有空間感 然後好像把你一個人 這麼小小的一個人 就是很渺小的 讓你更渺小的感覺 然後就是 在空間裡面那種 那其實我覺得 因為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個性的關係 我覺得我走常 我常常 其實有時候我都是自己一個人這樣 我覺得很享受這種 這種感覺 然後聽到這個 這首歌就會 可以放下自己的心中 什麼 雜念然後去想更多事情 但是後來看到歌詞之後 其實在寫這個世界末日 我就覺得 哇這更有感覺 就是 世界末日大家現在都在講 對啊 然後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的個性也是覺得 要積極的夠每一天這樣 嗯哼 因為較常的真心話 在等大冒險來拆封 嗯 可是事實上有時候也很難等就對了 對 一直要等別人逼問你就來不及了 對 好 下一階段我們等會要繼續來訪問 另外三位團員 他們最喜歡的歌是什麼 在訪問的是 是魔幻力量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MP魔幻力量 現場有老的跟新的組合起來 經典的跟改版 是 六人團體 Magic Power 對不對 我們剛才已經問了三位團員 對這第二張專輯最喜歡的歌 嗯 接下來是 凱凱 我其實蠻喜歡的是黑白切 黑白切 黑白切 對因為其實我們在 其實我們平常六個人在表演 結束 其實都還蠻愛出去玩 嗯哼 尤其是唱歌 你說你們六個一起去唱歌 就是去 不管去唱歌或去夜店 好繼續請繼續 沒有我很享受 雖然其實次數沒有差很多 但我很享受六個人 除了在通告方面 你們會去KTV就對了 會 我會去練歌 練別人的歌 對 因為可能有時候通告 要唱別人的歌 然後就會去練習 然後或者是公司有同事生意 然後會叛Party 然後就去 然後 其實那感覺很妙 然後黑白切 這首歌其實是 就是大家喝酒 或者是開心的時候 會玩的就是黑白切這樣 嗯哼 然後其實 剛才聽到Demo 就覺得蠻好玩的 因為婷寧就是寫一些 蠻好玩的事 嗯 然後其實 就算是 裡面是 歌曲的那個音樂 其實比較像嘻哈 一個搖滾 然後其實我們在拍MV 我們是到日本拍 然後 其實我對MV的那個拍攝的時候 我是蠻喜歡 就是看到成品 就哇 蠻特別的這樣子 所以你其實是外表看起來比較文靜 但內心比較好 沒錯 他是個狂野 沒錯啦 我是喜歡 我喜歡看別人Party 不要被他的眼鏡給騙了 對 對 拿下你哈利波特的眼鏡 露出十位客 不要這樣嘛 對啦 好 所以你是在旁邊偷看跟偷拍的人 因為其實就當別人的酒最狂 他是落跑的那一個 他是落跑的 因為其實我們不太會喝酒 所以你就是旁觀的那個人嘛 對然後不然就是喝了一點 然後我就想 其實是啊 就是這樣 他就來個尿盾 哈哈 那你們其他人在幹嘛 他尿盾什麼 不管他了 算了 就算了 因為他有付錢嗎 有這一定要的 對對對 我們通常都是會要他先付錢 再走 再進這個包廂 給他先投保 對 他會找一個對他最沒有殺傷力的人 跟他講 欸我要走了 等一下跟他們講一下我要走 然後就先走 就是很怕別人一直留你就對了 對 其實那種歌我喜歡別首歌啦 我們來聊一下 每一首歌還是會洩露出個人的特質 對 所以你已經洩露完了 好 好 下一位 好 我是DJ姑姑 那 可是我喜歡的是另外一首 但我想要特別解釋一下世界末的這首歌 因為 因為像世界末這個議題 很多人都 很多歌手都唱過 對 那 因為我前陣子在婷婷寫這首歌之前 其實我有看過一部電影 叫做 好像叫做末路浩劫吧 還是什麼 末路浩劫 對 然後我個人覺得那部片 非常好看 是我看過最 好看的末日片 我自己覺得 因為 他描寫就是 當末日來臨的時候 他並不是那麼 那麼迅速的 嗯 不是像海嘯過來 然後你生命就結束 他是非常的緩慢 那個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對 那我看到主角在裡面 在這麼痛苦的這個路程裡面 他最常做的動作就是拿出以前的照片 就剩下的那一張 然後想像以前就是 他想像的畫面都是以前跟他的可能妻子 對 最美好的那個畫面 但是他不是在後悔 那時候沒有對妻子好 他只是在回想那個甜美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最重要的是 就是更珍惜就是 你要更用心去發現身邊 很小小的那種可愛的事物 還有那種小小的心思 就是 哪怕說你可能起床 看到自己窗口的一個 一朵花一朵盆栽 你可能都要有一種感恩的那種心態 好 去去珍惜他這樣子 照片拿出來給我們看 你說有什麼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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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事實上有就對了嗎 在那個手機裡面有一些照片 小狗的照片 我也養一隻小狗 喔 好啦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不要臉這首歌 對 不要臉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一開始是我寫的 然後後來跟婷妮一起創作 對 不要臉 排名第一 不 排名第一 沒有他就是剛好只是曲目第一 對 你說開頭是你寫的 對一開始 因為 就是在這張專輯 開始進入就是寫歌還有那個製作期之前 我一直想說 要用什麼樣的歌曲才能把我們六個人 每個人的戲份 每個人在這個團的角色 就是凸顯得很清楚 然後讓他在這個角色可以充分的發揮 所以我就特別做一首歌 是讓每個人在這首歌都可以很好 很好發揮的這一首歌這樣子 對 有其他人同意嗎 你們都發揮到了嗎 同意啊 對 演奏會非常爽的一首 尤其是在LIVE的表演上面 好大家幫他鼓鼓掌 好 那為什麼婷婷寫歌的時候都沒有設計其他人 欸 不是這麼說的 對 突然挑撥一下 沒有啦 因為我都是 我寫歌我都是 就是 我是在負責詞曲的部分 然後其實 編曲的話 那我也會給意見 然後但是我都會交給他 那讓他們自己去玩就對了 對啊 好 最後雷寶 其實我要幫婷婷說一點話 因為他其實有時候那個 他在寫詞曲的時候 他其實有想到我吉他的編曲 只是他不知道怎麼表達 他常常是用行動的方式來表達 對 行動的方式 你幫我彈一個 然後他又說 什麼是 我就說 就是 不是很常聽到的一個音效嗎 不是就是 就是我又說 譬如說 你要把你幫我彈一個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又說 到底是怎麼樣子 然後 因為其實我不懂 我不知道吉他怎麼彈 所以我只能 因為我只能用我想像的畫面 然後告訴他 所以我們其實有時候 溝通要溝通蠻久的 對 其實他那個動作是有點滑稽的 對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 會誤導你 你有幫他講到話嗎 哈哈哈 你好像暴露出 這位作者的 一些障礙 但是每個人表達 吉他的那個動作 比較不同 對 有專業有專業的那個 吉他的動作跟素語 他可能比較不知道 還有他的 快點快點 雷寶的你就實際表演一下 就他要的那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 我其實到現在還不知道 所以他 比方說 那可能這個情緒 只是比較兇的情緒吧 那我就 彈一些就是 比較兇 自以為兇的 那我不知道實際上 有沒有達到他的要求 有啦 其實我覺得雷寶的吉他 是那個 算是我 就是 本團 以前到現在 就是 我覺得就是 他每次彈都能 都能達到 我那個想要那個感覺 我是說真的 可是事實上他並不知道 你在 要什麼感覺 他真的不知道 他只是試著彈一個 但是沒有 真的就打到我的感覺 真的 來吧 你喜歡哪一首歌 我喜歡不按牌裡出牌 欸 然後咧 對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其實蠻喜歡這個歌名 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我自己啦 因為常常人家叫我做什麼事 可是我方嘛 我們不喜歡 不喜歡人家指定的做那件事情 那你很任性就對了 我覺得那還蠻頑皮的 還蠻好玩的 說好 說好聽有就是頑皮 對我覺得 說不好聽一點就是 難搞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蠻 生活 在生活上可以增加 多增加一點樂趣 所以你現在預備怎樣 預備 我也不知道 看等下翔幹嘛就幹嘛 脫 不要啦 不要啦 脫 脫 脫 你幹嘛突然指阿翔 他是負責 因為他負責脫才最好 他有在練肌肉 他肌肉超大 他很壯 他真的很壯 所以這裡超大 他手很壯是真的 他手很壯是真的 哪裡 哪裡 走啦 好我們現在來聽MP的現場演出好不好 好 我們先聽哪一段 那我們先唱不安排你出牌好了 好